主流媒體傻逼全都腦殘的怪調 前線資訊來聽老張說唱的快報 黃背心被打壓受到政府的折磨 現已漫雅到瑞典荷蘭比利史和德國 極左派和極右派合作在對抗當局 殘障者也被警察們甩往地面傷及 官方壓迫老百姓引起全國大亂 抗議者的手被武警的手榴彈給炸斷 為財團緊碎可剝削中低收入庫 接著黃豹指引有家人民才被觸怒 一蔓延到加拿大等著這夜革命 看清了全球政府幾乎一個德性 人民才是老大官員多數分渣 想被人民推翻你就繼續他媽鎮壓 我看到我們的台北下和現在 我就是非常狠狠的 我就是非常狠狠的 我就是很困難的 我就是很困難的 我就是很抱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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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知道 我可以說 他就是2020年來的 我不知道 至少目前 應該是沒有懸念的 應該是老柯會上的 因為藍的 基本上根本就沒有 你可以算得出哪些人有辦法出來 跟老柯對戰的 我現在心裡是有塑造的人選 但是我現在還不能講 他也不算真的藍贏 除了柯以外 還有哪些人選可以出來 大家一起良性競爭一下 因為綠的基本上 They're done 真的沒有人了 所以現在 2020應該 目前 至少目前來講 非老柯莫屬